大家好,我是九龍豪宅Kelvin高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常盛街集德縣的單位 我們現在一起去看看 位於常盛街的集德縣是1973年落成 是屬於常盛街比較早期落成的樓盤 它總共提供38個單位,一梯兩火 這次帶大家看這個單位是65室 實用面積是1346呎 一進門口,已經看到客飯廳非常分明 客廳旁邊還有一個露台 由於這個單位是屬於大廈的前座 所以我們在這個露台看出去 看的景觀更加開揚 飯客廳間隔分明就是這個位置 它是城裡自廳的設計 飯廳面積都相當寬落 可以放到10人的長型餐桌 而且採光度極高 單位有三個房間 現在我們先看一看飯廳旁邊這間客房 面積都相當寬落 走廊位旁邊還有一個儲物櫃可以擺放雜物 另外兩間客房是成眼鏡房的設計 這間就是客房 另一間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面積相當寬落 怎樣放大型衣櫃和床都不是問題 而主人房的景觀 主要是看回我們賀文田一帶的學校景觀 非常開揚 主人房浴室是裝修過的 油窗 採用企缸的設計 下次保養得整齊企理 油窗 現在我們就看看廚房 廚房的位置在飯廳的後面 看到廚房做了很多的廚櫃 預留了位置 放基本的煮食爐具和雪櫃 而這個廚房還有一個工作間 工作間後面有一個工人房 工人房的面積都不錯 有他自己休息的地方 還有他獨立的洗手間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多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喜歡的話就記得讚好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條片見 拜拜